能让整个娱乐圈都在等她长大,如今长大了,网友,美得不敢直视捏。 前段时间在微博热搜上有个这样一个名字出现,她就是曾经在宝莲灯前传里扮演小哪吒的角色演员宋祖儿,现在她已经完全长大了,长得真实婷婷玉丽,让人羡慕不已。 她,生于1998年5月23日的天津,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 当年哪吒的角色被她演得淋漓尽致,尽管这电视剧里的明星云集,再和很多的明星对戏她也没有一点吃亏。 作为一个从小就开始演戏出道的她,演技一向都是杠杠地得到大家的认可的。 前几年整个娱乐圈都没有见过她的身影,原来她是出国深造了。 就在前段时间宋祖儿出现在了最火的综艺节目跑男中,在和邓超做队友,邓超和她还在节目中做了妇女,这是得到邓超的认可啊,无论是演技啊还搞笑,宋祖儿都能驾驭得随心所欲。 在最近的网组图片中,可以看出宋祖儿眼睛大大的,看着很有精神,精神面貌很好,苗条身子,这都是我们女生一直梦寐以秋的身子啊。 里面还搭着一条黑色的背心,动作有点可爱加有点小俏皮。 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一套保持身姿的法子,只是祖儿不一样,给我们一个大福利在微博爆出她的法子。 她在娱乐圈中童星的位置也算是很好的了,虽然拍的作品很少,但是每个角色都是符合她的,这是命圈勿烂,长相出众的她很快就让人给记住了。 五官长得很精致,少了点少女的气质,让人看着成熟稳重。 在这组图片中,她在街头拍照,简称街拍,穿着一身牛仔外套加短裙,可以看出身姿很美,小腿更是又长又细,给人一种亭亭玉力的感觉。 无论是演技还是身姿,她和关小彤、张雪莹她们这些小花旦相比一点都不落下风,然而颜值更是不差,只是她现在还没想好也没有心思进入娱乐圈那么快而已,要是找到合适的戏才拍,这是宁缺勿烂啊。 这都是我们想看到的明星。 大家对这位貌美如花的95小花旦未来进军娱乐圈怎么看?